台股上周五失守9500点大关 加上美股周五收黑 导致台股今天早盘是拉回测试9400点的支撑力道 而分析师是认为台股能不能够继续上攻 要看弱势股能否止跌 以及苹果概念股能不能走稳 今天盘面上的多头指标主要是钢铁肋股 而相对的美国将对海峡两岸的太阳能业者 课征反倾销税 导致台股能股今天是应声重挫 相关个股几乎全面跌停 成为盘面的弱势指标